嗯 《类之女王》大结局将至 编剧《不留情面》 15集播出后 韩网哀号声一片 隐音圣说谎离间主角 洪海人被骗但逐渐找回记忆 最终隐音圣撞伤白嫌诱 引发网友愤怒和热议 《类之女王》这周将播出大结局 只剩两集的内容 编剧却没有要放过观众的意思 15集播出后 让韩网陷入一阵哀号声 7日播出的内容中 恶角隐音圣为了让女主角洪海人 与家人还有男主角白嫌诱疏远 说了许多谎话离间他们 不但诬陷白嫌诱是杀人凶手 还造谣白嫌诱有婚外情 在洪海人回国后 虽然与家人们见面 但因为看了家人不目的报道 听信了隐音圣的谎话 另一方面隐音圣也清楚 这个事故是自己母亲指使的 对此 她也直接跟妈妈谋色西摊牌 警告她不能再动洪海人的主意 虽然洪海人被隐音圣蒙蔽 但还是去了监狱探望白嫌诱 虽然丧失记忆 但身体对丈夫的感情还在 在白嫌诱无罪释放后 罗秘书给了洪海人建议 要她相信自己的身体身体 朝向的地方 心也在哪 不过洪海人 虽然一时被隐音圣所骗 但许多蛛丝马迹 都让她开始怀疑隐音圣 最后看到了自己的日记后 才找回自己的记忆 找回自己记忆的洪海人 当下立刻出发寻找白嫌诱 但是偏偏车子被隐音圣装上了GPS 隐音圣透过追击洪海人的动向 先一步在两人见面之前 用车子撞上了白嫌诱 这一幕也成了第15集的结尾 当下网络平台的聊天室 立刻乱成一团 批评结尾的流言狂刷 让观众都超无言 韩剧《泪之女王大结局》备受期待 金秀贤和金志源的《世纪罗曼史》 吸引无数观众 剧情推进中 洪海人未与白嫌诱相守选择手术 却遭隐音圣陷害 海人手术后泪流满面 遇事两人将重逢 家族内斗也因经历生命危机而和解 大团圆结局获以暗示 第15集今晚播出 结局即将揭晓 备受瞩目的韩剧《泪之女王》 终于在本周日迎来了万众期待的大结局 自从该剧开播以来 金秀贤和金志源 这对荧幕情侣的《世纪罗曼史》 就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目光 他们的每一次相遇 每一次眼神交汇 都让人心动不已 观众们仿佛置身于一场梦幻般的爱情故事中 随着剧情的推进 观众们对金秀贤和金志源的感情走向越发关注 纷纷在社交媒体上留言猜测他们的结局 有的网友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圆满的AG 毕竟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折和磨难 他们应该得到幸福 而有的网友则希望剧情能给他们留下一些悬念 让观众们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不仅如此 不少观众还自发组成了剧情推理小组 对剧情进行深入的剖析和推理 他们通过分析角色的心理 对话以及行为 试图预测剧情的走向 这种对剧情的热爱和投入 也体现了观众们对韩剧《类之女王》的热爱和支持 在这个充满悬念和期待的大结局即将到来之际 观众们的心情也变得异常激动 他们期待着金秀贤和金志源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期待着他们能在荧幕上继续书写属于他们的浪漫故事 无论结局如何 这段《世界罗曼史》都将成为观众们心中永恒的回忆 在上集播出的剧情中 红海人不顾会忘记对所爱的人记忆的副作用 为了能再和白贤佑厮守选择了进行手术 但是因为隐阴盛、朴承勋士的计谋 白贤佑背负杀人罪名被警察带走 没能留在完成手术的红海人身边 被关在铁窗里的白贤佑看着窗外下着的出血 心里担心着海人 而同时做完手术的海人也默契地看着同一场出血 并再留意到小指甲上的风鲜花水 瞬间泪流满面 似乎潜意识还保留着对贤佑的记忆一般 让人预感到两人将重逢 而之前红海人的白细胞数值上升的部分 有不少网友推测是因为怀孕 红海人和白贤佑曾因第一个孩子流产 双方无法承受痛苦 导致关系迅速恶化 甚至成为离婚的导火线 若是能再次怀孕成功 两人将能治愈之前的伤痛 获得新的幸福 本充满家族内斗的Queen's集团 因为谋色稀、李美舒适和隐阴盛的阴谋 而失去了一切 但却在落魄时领悟到家人的重要性 重新团结在一起 曾因长子之死 对红海人心存芥蒂的妈妈 经生命危机后 重新审视了自己对子女的态度 与红海人和解 不懂事的弟弟洪秀哲 郭东岩氏也成长为大人 并用真情让曾背叛的老婆 千多会李主宾氏回到身边 经历无数离婚而变得尖锐的姑姑 恋情也似乎再次萌芽 家族的关系达到了许久不曾有的和乐温馨 除此之外 也有人认为 此前红海人的房间中 布置的话也是对大团圆结局的提示 当时红海人的床头放着一幅横长的抽象画 该画被比喻为 红海人偶尔眼前模糊 记忆模糊的症状 但是画作的色调华丽明亮的部分 被解释为与《类之女王》的大团圆结局联系在一起 《类之女王》第15集将于今天27日韩国时间晚上9点10分播出 第16集将于28日播出 面对剧集13和14集引发的争议 有人质疑其过度煽情 贬低全剧价值 然而 真正的欣赏者如小桃 明白这不过是误解 让我们一起深度剖析 探究这部剧的真实魅力 超越表面的标签 看看它究竟如何超越流言 展现出独特的艺术力量 如果你热衷于韩剧与美剧的世界 你会发现一个永恒的主题 美国剧集崇尚英雄传奇 而韩国剧则深深扎根于爱情故事 时至今日 这样的核心理念依然如初 例如 小桃的新欢辐射中 女主角无疑是英雄情节的生动演绎 无论是韩剧的魔幻奇缘 还是紧张悬疑 亦获日常生活的小确幸 它们的灵魂核心始终围绕在爱情上 这使得每一部韩剧都充满情感深度 让人动容于那份真实的情感流露 透彻理解这一点 就更能把握我们要深入探讨的电影 《类之女王》 它无疑是爱情故事中的一股暖流 触动人心 情感的统治者 《类之女王》 她的类如猪落玉盘 是爱情的五味杂陈 为喜爱的人痛病快乐者 因思念而伤感 因期待而失望 甚至在离别之际 泪水交织着无尽的情感 同样 她的挚爱也无法幸免 因深爱而饱受折磨 因牵挂而委屈满腔 直至绝望的深渊 她们的眼泪 诉说着爱的深度与复杂 每一滴泪水 都源自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 她在时间的沉淀中悄然积累 直到情感的洪流再也无法抑制 自然地倾泻而出 因此 无论面对何种艰难如门第之隔 疾病缠身 或是恶人得势的困境 都是为了深化海人与白贤佑之间爱情的真实性 让每一次泪光闪耀都饱含无尽深情 初次接触这部剧 小桃的直觉 把她与坠绪联系在一起 两者背景出奇的相似 女主角出身显赫 男方才情横溢 却家境普通 仿佛一场倒插门的戏剧 然而 坠绪的故事走向 却是截然不同的爽快之旅 而这部剧 则可能以别样的方式展开 让人期待不一样的受气之后 会带来怎样的逆袭与惊喜 即使身无分文 背景平平 宁毅凭借过人的智谋 重振了苏式商业帝国 她的成功并非依赖于复杂的感情纠葛 而是通过逐一破解挑战 令对手俯首称臣 这种实力与决心 让苏家千金苏塔儿倾心 竟然赢得了苏家长辈的一致认可 在苏家 宁毅所向披靡 迅速坐上了家主的宝座 展现出她的非凡魅力 苏塔儿的心路历程 从最初的不接受 逐渐转变为深深依赖 她践行着夫唱夫随的传统美德 坠绪的魅力在于爽的体验 爱情虽不可或缺 却非故事的重心 这种设定深受观众喜爱 因为它就像现代的短剧精华 能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释放出快乐的多巴胺 带来短暂却强烈的满足感 让人意犹未尽 一爽到底 《泪之女王》并不追求表面的深情戏码 她以独特的方式 展现红海人与白贤佑之间细腻的情感纠葛 你或许不会被主角们的直接示爱所打动 反而会被白贤佑的内心挣扎 和海人情感转折所牵引 深入体验到他们无声的悲欢离合 这部剧就像精心铺设的剧情之路 一步步揭示着爱情的深度和复杂性 毕业于首尔大学的精英才子 在洪家的视野中 似乎只扮演着无声的赚钱机器 尽管贡献巨大 却始终被视为外来者 得不到亲人们的认可 为扭转这尴尬的境遇 剧情巧妙地引入了挑战 犯罪集团同睦牟瑟希与尹英盛的欺诈阴谋 这将为他提供一个证明自我价值的舞台 别墅的一组 让洪家人不得不转战白贤佑家的龙头里村 这个意外的变动促使两个家庭开始了交融 特别是白贤佑与海人之间一度紧绷的关系 得到了舒缓 这揭示了一个真理 财富的至于并非关键 关键是这些变故如何促进了爱情的成长与和解 因此看透一切 爱的力量能巧妙地化解因财富而起的冲突 《泪之女王》宛如锻炼后的长效奖赏 其深度和持久力超越了寻常的快乐激素 《泪非泰》给你带来更为深远的情感满足 虽然有些人质疑其过时 这部剧却以非典型的方式巧妙运用了韩剧的传统元素 绝症、失忆与车祸 这些元素或许陈旧毕竟已历史多年 连资深编剧都鲜少连位呈现 然而正如旧瓶装新酒 它并未失去魅力 从收视表现和观众如痴如醉的追剧热情中 我们能感受到 这份经典配方依然散发着独特的吸引力 旧有的元素无需回避 关键在于创新和突破 就像张卫健曾言 仙侠剧常描绘白衣神仙和凡人情感 似乎落入了俗套 然而 《与凤行》这部剧依然在这样的老配方中脱颖而出 大受欢迎 这难道不是证明 巧妙运用传统元素 也能绽放出独特的魅力吗 新颖包装成可贵 唯恐佳酿便未愁 细数韩剧近年来 超能 残酷与全眸轮番登场 而纯粹以爱情为主旋律的作品 却罕见 如今 达破常规 我们期待那种女强男配 聚焦两情相悦的剧作 编剧降薪独剧 力求在角色间营造和谐动人的爱情故事 昔日编剧的记忆缺失已被深度挖掘 它以哲学的巧妙触笔 挑战记忆与生命的深刻议题 引领观众在剧集的观照下 拓宽思维的边界 尽管有人聚焦于婚姻题材 但实质上 这部剧更深层次地探索的是爱情的本质 而非琐碎的婚后生活 它是一次对爱情真谛的深度对话 如果你觉得双金剧集平淡无奇 那恐怕是未能领略到金秀贤和金志源的实力 在剧集精华的第十四章 金秀贤的演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特别是那一段从误以为海人遭遇车祸到 深深跪地的震撼瞬间 仅五分钟的演绎 犹如真实生活般揪心 让人深切体验到了 角色的紧张与情感深度 这无疑是对演技的一种极高赞誉 每一次小桃的观看都伴随着泪水洗礼 金秀贤的表演力令人动容 让人惊叹不已 然而 对于女主角金志源的演技 尽管有才华横溢的她作为衬托 观众们的评价似乎有所保留 甚至曾有传闻称导演最初的首选是IU 但她的婉拒才使得金志源有了这个角色 这背后的故事 让人对金志源的表现多了一份好奇与期待 尽管小桃对IU怀有深情 但从理智角度看 金志源与红海人这一角色更为契合 IU的俏皮活泼可能无法完全诠释出红海人的深度 她没有出演这个角色是明智之举 与其勉强扮演不合适的角色 不如选择不接 这样即使在努力 也可能无法实现理想中的呈现效果 金秀贤与金志源的联手演出 如同磁铁般吸引观众 引领我们潜入了白贤右与红海人的情感宇宙 让每一场剧情都触动心灵 深情演绎着动人的恋爱故事 《泪之女王》堪称艺术巅峰之作 无论是精心编写的剧本 还是卓越的演员阵容 都展现出非凡实力 尽管剧情中触及了常见的诗意与绝症元素 但作者却赋予了她独特的创新视角 这部作品不容错过 是本周必追剧目 大结局即将揭开序幕 还未入坑的朋友们 现在正是补看的最佳时机 赶快加入我们的感动之旅吧